這個篩選部分的話是把我們要的部分的資料留下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的效果跟上個禮拜那個 就是不是把資料隱藏起來 而是把要的資料怎麼樣把它加個底色 有點像是比如說我要查詢什麼格式化這個說目編號的話 那假設我要的是這個編號 那我希望的效果是這樣 就是輸入這個編號之後 不是像剛剛一樣是把不要的隱藏起來 而是說把找到的資料幫我在底下加一個底色變黃色的 這樣看起來比較行 按確定類似像這樣一條 那不要的話就把它清除掉 那提名的話比如說這個提名裡面有女性 比如說我要找這個一樣 其實效果都差不多 我們可以確定有女性的有沒有 東風在這裡 有這個有女性 女性 這個也有有沒有 那如果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清除 把它清掉 就類似像就是其實也是查詢啦 只是說剛剛的效果是留下要的 不要的把它隱藏 這個是通通顯示 只是說呢 讓我知道說它的位置在哪裡 那有時候其實需要看前後資料的時候呢 用這個方法會比較OK 所以有的時候這個效果怎麼做的 其實跟剛剛也蠻像的 所以請各位待會做一件事 第一個把剛剛的圖書資料後面加個刮弧 點兩下之後可以重新命名 刮弧 這個叫篩選 把名稱改一下篩選 那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篩選的工作表複製一份 複製的話就是拖拉加Ctrl鍵 拖拉Ctrl鍵 這樣子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叫格式化 OK 所以delete掉就把它改成格式化 加三個字 我已經打 做出來像這樣子 那一樣啦 後面的話就是只是把剛剛的效果改成格式化 就是抵設換一下而已 其他基本上都一樣 那怎麼做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並不多 程式大概就是 基本上也就是 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做修改 也沒關係 那只是說怎麼改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當然把這個 我把它重來一遍好了 delete掉 然後我們可能把它分在不同模組 所以第二個模組都按右鍵 你再插入第二個模組 module 2 那我們其實可以拿 第一個 其實就這兩個先拿來 先做修改 給各位看一下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module 2 其實把篩選兩個字 改成格式化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格式化 然後 再來就格式化復原 或者格式化清除也可以啦 這邊改 我是把它改成要清除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其實要變更就是說 當我格式化的時候 都不是隱藏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是Auto Filter 而是怎麼樣呢 而是應該 應該是找到的那一些資料 幫我把底色變成黃色 OK 所以怎麼樣可以把找到的資料 變成黃色 OK 所以底下的話 第一個啦 其實基本上 它的概念跟剛剛的部分 有點類似 只是說呢 我們必須要再增加一個 讓底色變成黃色的這個動作 OK 所以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當然第一個 我們一樣 前面的兩行部分都一樣 只是說呢 要把底色部分變更喔 OK 所以喔 基本上喔 假設 我前兩個步驟 我先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把它中斷一下 一樣是找這個 比如說我現在要格式這個 那我把它執行到這邊 請輸入 把這個資料填上去 那你會發現呢 假如我執行這一行的話 它就只會留下什麼 留下這一筆資料 所以呢 我可以針對這一筆資料做什麼 把它的底色變更就好了 可是我要怎麼把底色變更 這個地方 可能要再加上兩行程式 第一個的話呢 告訴他說 我要請你幫我把它格式化 所以把這一整個範圍啦 OK 這一整個範圍 那特別注意喔 不包含上面的欄位名稱 所以請你把A2 A1改成A2 如果你沒有改成2的話 上面的欄位名稱也變更了 那底色的話呢 如果你要變更底色的話 就加個點什麼 點intro interial OK 打一個in interial 在這裡 interial 在這裡 interial 指的是它的底色 底下的顏色的話 就再點什麼 點color interialcolor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顏色如果是黃色的話 你記得吧 RGB 對 之前講過 RGB就是紅綠藍 然後呢 如果要調成黃色的話 應該是多少 紅色全部 綠色也是全部 沒有藍色 就是紅配綠就是黃色啦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底色 所以我把這一行執行起來 OK 執行這一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就把顏色填上去了 那記得喔 一定是A2喔 你不要A1喔 A1的話 連上面也填顏色喔 OK 填顏色 有沒有 這時候顏色填上去了 可是填顏色之後 你要把它復原嘛 所以喔 最下面再加一行 復原 那怎麼復原 很簡單喔 把這個 剛剛講過的 就是復原的部分這一行 不包含後面的藍 跟它的條件 就這樣而已 Auto Filter 這樣就復原了 OK 恢復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主要做了什麼事呢 就是把剛剛前面的層次 複製貼過來 有沒有 再增加底色變成黃色 最後復原 就OK了 所以其實比想像中簡單吧 好 那清楚顏色的話 這個地方格式化清楚的話 其實只要把上面的這一個 這個 interview color這邊 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黃色 把它改成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的話 特別是 是什麼表達呢 沒有 沒有在Excel的話就是 Excel 加一個沒有 None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所以我把它執行 清除的話就是這樣 清除 它意思是全部清除了 不管有沒有 沒有 反正一次性的全部 通通都幫我底色 變成沒有就好了 所以喔 底下的話呢 格式化提名 格式化作者 格式化出版社 這怎麼改 其實道理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拿來複製 有沒有 然後呢 請輸入什麼 就跟剛剛改的方法 請輸入提名 然後呢 差別就是說 把這個格式化提名部分 這個地方 請輸入 把這個地方改成關鍵字而已 還記得這個關鍵怎麼改嗎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等於什麼 星號兩個 在中間加一個什麼X 有沒有 把它串在中間 就剛剛做過的啦 這樣的話呢 並且喔 查詢的欄數應該不是 剛剛做這個地方嘛 輸入2不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針對提名部分 就剛剛做的啦 其實 你甚至可以把剛剛的那個複製過來 也OK 只是要把底色改一下 你run一下提名 比如說我要把女性部分填顏色的話 那在這邊的話 輸入女性 OK 好 確定一下 有沒有 女性就OK了 把它恢復的話 就是把它清除掉 它就恢復了 其實還蠻方便 以後如果你要找資料 馬上就mark起來 OK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這個查詢系統 之前你們也有學長姐 他們畢業專題的時候 也想要做那個查詢系統 然後結果跑來問我說 用什麼方式 做一個查詢系統 因為他們可能要查一些 文學性的資料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用其他的工具做很複雜 要是用Besail 其實就簡單很多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今天的這個作業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那個圖書資料的部分 一個用篩選的方式 一個用格式化方式 其實是做兩個 一個是篩選 一個是格式化 OK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 好